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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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 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宝可梦的巴黎旅游系列 巴黎住宿分享 IHG集团周济歌剧院酒店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又回到我们的旅游系列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在巴黎的第二次的住宿 这一次的住宿 就是预定了IHG周济集团的 周济歌剧院酒店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呢 我觉得出去玩 我觉得大家会选的 最重要的一个concern点 就是location location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没有车 我们没有代步工具 所以我们要去哪里 我都一定会先挑这个方便 的地方 当然每个人的考量点不一样 有些人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要便宜就好 所以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你是住 离车站五个 车站距离远的地方 他的住宿费可能就很便宜 但是你每天出门 就是需要做通勤 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年纪大了 我就没有办法 这样子周车劳顿 因为你想到说 今天的行程结束之后 还要再回到饭店去 然后还要再搭一段车 我就觉得那不是跟我在台北的 通勤时间是一样吗 我上班的地点跟我下班回家的地点 其实我每天通勤要花40分钟以上 这都是很花时间的 在出国的话 我就选择location 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会选择在歌剧院旁边的周近 就是因为它的地点实在太好了 你可以走路去哪里 去罗浮宫 去奥多姆园主 然后旁边附近的景点 你通通可以用走得到 甚至你可以走路去老佛爷 你也可以走路去春天百货 真的就是两个街区的距离 它的位置实在是太好了 也因为它的位置实在非常非常好 所以它就非常非常非常的贵 它是我住过巴黎的三间饭店 最贵的 一个晚上要750到800欧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就接近3万块台币 非常非常的贵 很恐怖的价格 然后住三个晚上 其实就接近大概9万块左右的 这个账单金额 真的是很惊人 那还好 我这一次使用的是 有婚有传世界卡的 UTA Lifestyle的协助订房 所以白金汇集 就是洲际大使所不能够给予的一些好康 通通都透过这个UTA Lifestyle 给我强制推上去 所以就有免费的双人早餐之类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 划算的一个选择 那通常讲到这种所谓的 类似像美国运通FHR的服务 我一定会做比较 就是一个是美国运通的服务 那另外一个是 友团世界卡所提供的 UTA Lifestyle的这种 所谓的顶级奢华预定服务 那我后来查过了 就是两个所提供的offer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给你房型升等 然后每天的两克早餐免费 然后还有就是 整个State里面 可以有100美金的使用额度 全部都有提供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Late Check Out 4点的延迟退房 这部分其实都有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去比较 哪一个比较便宜 结果最后的结婚就是 美国运通好像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哪根筋不对筋 就是看错 还是怎样 我就选择UTA 但他们其实差距不到 200块台并 所以其实没有差 所以最后我选择的就是 使用UTA Lifestyle 来做预定 那也非常有趣 就是我这次入住是 2024年的6月8号到6月11号 那在Check In的时候 遇到了一件很鸟的事情 也就是我的卡片居然刷不过 因为你使用的是 泳船世界卡提供的服务 所以你必须要刷泳船卡 可是你在国外 你真的很容易去遇到 这种卡片刷不过的问题 那卡片刷不过的话 你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你必须要打电话 回到台湾询问 那我是下午3点Check In 在台湾时间大概是 有6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大概是早上8 9点左右 那其实客服20小时都打得通 只是不是一个 正常白天时间的话 其实客服人会比较少 所以那时候我就 直接打越洋电话 就加886 然后本来想要打0800 可是好像不通 所以最后就只能够打 就是室内的那个 二开头的电话 所以打回来之后 大概花了5分钟 去把这件事情解决 我就花了 至少也要上百块的 这个电话费 我就会觉得说 一点都不高级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泳船事业卡 然后还要再跟着 大家一起排队来做等待 这件事情我会觉得 跟美国运通卡的服务 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点我也有特别的 跟泳船的团队 跟他们讲说 你这个要改善 不然的话 因为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都有可能在海外 去遇到这种 所谓的刷不过的问题 那最后呢 是什么原因 抓到了 就是他有提供一个 大咖的APP 那每个人呢 都可以在大咖APP 来做设定 每一张卡片 可不可以国外消费 然后超过多少钱 不给刷之类的 那因为这个卡片的自主权 已经回到持卡人身上 所以后端的客服 是没有权限去做更动的 所以我打电话进去之后 他帮我查 他发现说 原来我把我的泳船事业卡 把它设定成海外是可以交易的 但是超过5000块不行 那我在前台 要刷一个8万块交易 当然过不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会让我整个觉得 有点丢脸 就是你已经卡片拿出来了 然后呢 搞了半天对方刷不过 然后跟你说 cannot 那你就只能摸我鼻子 赶快处理 对 那花了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最后赶快登入我的 大开APP 然后把这个5000块上线 关掉之后 马上刷就过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会让我知道说 银行虽然说提供了 这样子的负能给你 但是呢 你可能就是出国的时候 你没有处理好 你在国内 你当然觉得说 我不要被盗刷啊 所以我全部都把它关掉 都不行 但是你出国 你忘记打开 你就是刷不过 那到时候就会 非常非常的尴尬 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的 切身之痛的经验 就是提供大家参考 你出国前 你最好把这些功能都打开 然后你要打电话 给客服讲说 你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你在法国 你会用他的卡片 这样他不可以锁 对 不然的话 你就还要打电话 回来处理 是一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 我觉得整个周际的体验呢 它的确是符合 它那个价格 它是最贵的价格 但是呢 它的服务体验 就是仅次以化的到服务 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呢 最夸张的一个回忆 就是我跟美国总统拜登 住在同一间饭店 然后我们中间 overlay到两天 所以呢 他那个check in check out 就是进出饭店呢 安检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甚至夸张到 他连歌剧院都给你疯掉了 因为周际的旁边 就是歌剧院嘛 然后你其实一般人 是可以去听音乐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两三个月前呢 歌剧院的那一周 他是没有任何节目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总统 他的权力有大到 就是说直接就是 不让你在那边演出 然后整个都block起来 那最夸张的就是 我觉得他的为安 整个升级到一个 非常非常夸张 他比机场的安检 还要严格 那甚至周边 至少有200位以上的警察 我觉得都是特勤组 每个都很壮 然后都拿着枪 荷枪实弹这样子 那周际的话 他本身有 因为他是一个 三角形的饭店 所以他旁边至少有 大概四五个左右的出入口 他全部都封起来了 都有一个人 在那边24小时站杠 然后不让任何人经过 你要走 你就是只能够走 他最前面的那个大门 那那个大门的话 他是一个三角形的中间 但是呢 他其实是整条路 全部都封起来了 所以你根本也没有地方可以走 所以我们就是提着行李 然后请就是市区的接送 然后把我们就是送到那边 然后发现说门口不能进去 那也没有地方可以走 因为他是单行道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说 司机就把我们丢在旁边 就说你自己想办法进去吧 拜拜 然后我们就要拖着一个行李 就走了一个大的一个L型 然后走到那个入口处 然后跟他讲说 我们要check in 他才能进去 那进去之后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要过那个X光机 安检完之后 然后每个人也是要拿那个 类似是金属探测器 然后在你身上就是探来探去 然后甚至我们自己的小腰包里面有钱 那个也要拿出来 就是你不能够放在你身上 所以他严格到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夸张一个情形 可能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 在check in 可能拜登也要回来 所以呢 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 很恐怖这样子 但是晚上 因为我们下午出去 晚上再回来 其实安检就没那么严格了 所以他其实大概还是有 有一点区别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个人遇到最夸张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出去玩的话呢 你最好就是祈祷一下 烧香拜佛 就是不要跟这些什么世界各国政要 住在同一间酒店 不然的话呢 你这会被烦死 那我后面排队的人有谁 就是好像他们那天晚上是有婚宴的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着装 然后就是穿西装要进去 那也是莫名其妙都要被安检 然后有的可能是乐师带乐器什么的 全部都要检查 我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很随 然后就是排一整排 那甚至还有这个旅行团的团客 check in进来 然后呢就是那个游览车 整车的那个行李 大概三四十个就排在旁边 然后他们要一个一个进去 这样子 我觉得哇真的是太夸张了 大白长荣 但是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有好又坏 这是它这个进出不方便的坏处 但好处就是 它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安全 然后甚至连就是小小啊 小偷什么的都不可能出现 因为这么多的警力在这附近周围 这边游荡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小偷 所以我们在巴黎这一次呢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所以这是它的优点这样子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选择IHG的原因 选择IHG的话 其实你如果在巴黎要住 IHG酒店有两个 就是洲际的部分 第一个的话呢 是在这个歌剧院旁边 另外一个是在凯旋门旁边 那凯旋门旁边那个呢 我后来我们有去凯旋门踩点嘛 那往回走 就是要走到巴黎铁塔那边 我们有刚好经过洲际 我想说哦原来就在这里 结果呢 它就好像是在一个商业区 或是住宅区的感觉里面 然后呢 因为它附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景点 那因为都是住宅区的关系 所以其实晚上不会有什么东西 可以去逛街去买之类的 所以它的位置比较不好 虽然说它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后来我没有选择那个地方 因为出入也不是很方便 我后来就没有选择 所以location还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真的周济歌剧院呢 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方便了 我要去老佛会摆货 我就是往后走一个街区 大概五分钟我就到了 而且呢 我在那边住三天嘛 我每天都去老佛会摆货 真的太夸张了 因为它那边真的是 蛮好逛蛮好买的 它就有点类似像 我们台湾的板桥大圆摆 就是一个类似像居家型的摆货 你在那边真的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虽然说不便宜 但是呢 它就有点类似我们像地下街 美食街的那些食物 然后还有超市 它是独立在某一栋上面 它一共有三栋 一栋是女生的精品 另外一栋是男生的部分 那还有一栋是专门都是吃的 所以你去那边的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逛得蛮开心的 至少我就是每天都在那边 那我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七月份到八月份啊 有一张卡片在那个地方 有做额外的加码 那就是玉山熊本熊卡 你只要持这张卡片 在老佛爷百货 老佛爷百货在巴黎有两间分店 这是其中一间 你在里面的消费呢 只要打500欧元 它就送你50欧元 所以就是10%的回馈 但你想一下 500欧元是多少钱 500欧元是很多很多钱 你要刷到17500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就是1750元的回馈 这个当然回馈很好 但它门槛实在太高了 所以我后来是没有用这些卡片 因为我在那边买 比如说肚子饿了 然后晚上回来的话 我可能就是买一个派 它有素食的派 在就是专门都是甜点的 那个百货公司 它在一楼 你走到最后面 它就会有一个 人生顶费大牌藏龙的一个甜点店 你在那边呢 你就可以买到就是很多很好吃 反正你只要看到一堆人在排队 你就去买就对了 那就是还蛮好吃 那它随便一个东西 就是大概10欧左右 所以就是三四百三四百 但是你说要买到500欧 我觉得也有点困难 除非你要买精品 不然的话 其实一般人只是买吃的 大概比较难去买到500欧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它的生活机能很方便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过的 地理位置非常好 因为它旁边有个地铁站 叫做Opera 那Opera的话呢 因为它是 好几条地铁的教会站 所以它里面呢 其实非常的复杂 巴黎的地铁呢 你看它入口 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 看起来好像 就是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进去里面 真的是错综复杂 非常的夸张 那首先呢 你就是要买票嘛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 Apple Wallet里面 就可以直接放一张 Navigo卡 那你生成Navigo卡的时候呢 你就是需要 当下就去买一张票 那我就是买单日票 就2.15欧 那有这个票之后 你手机就像我们在台湾 或者你在日本的 这个快速交通卡 直接就是放在 它的那个感应的机器 逼一下你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因为它下面 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常常进出的话 在那边其实有时候 都会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么走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Google Map 然后呢跟你讲 要往哪个方向走 它真的Google Map 在法国非常的好用 它就是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 地理位置 也是我很重要的 一个考量的点 那第四个呢 就是它有几颗星星 其实这间周际 割剧院酒店 它只有四颗星 因为它是老房子改建的 在之前 好像是在周际以前的话 它就是一个 普通的饭店而已 然后它最有名的是 下面的和平咖啡馆 那在巴黎有三个咖啡馆 是你一定要去的 一个是花神 一个是双手 一个是和平咖啡馆 那花神跟双手呢 是在这个三大河迎南 那那边的话 基本上都是观光客的 会去采点的地方 那里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便宜 那当然和平咖啡馆也不便宜 但是和平咖啡馆真的比较有质感 所以你要来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就是住周际 然后来这边就是吃免费早餐 我觉得是蛮爽的 回到这个饭店 它只有四星 所以它没有什么东西 它没有游泳池 因为基本上五星饭店 都一定要有游泳池 才能够撑得上去 那其实在巴黎市区的 这些顶级饭店 了不起就真的只有四星而已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多的空间 可以去设计这个游泳池的部分 所以这真的是 蛮可惜的一点 但是它的住房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舒服的 比如说我这一次入住 通常我去入住这种顶级饭店 我都是预定最基本的房型 那这个最基本的房型 透过FHR 或者是透过UTA Lifestyle 它就可以帮你应试升整 下一个等级 所以我这一次的房型 比较好 就是比之前的 真金白衣买的 最便宜的房型 还要再多一个 那它的等级就是说 你面对的是他们 因为它是一个 类似像正三角形 是面对里面的部分 那面对外面部分的房型 它是比较便宜的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市区 走路其实是会吵的 尤其是你外面如果有咖啡厅 它营业到很晚的话 其实你的窗户关起来 你可能还是会被吵到 所以他们是认为 这种比较小的房型 然后面对外面街景的 它是比较不好的 如果你要一个安静的空间的话 通常是对内的部分 那但是对内有个缺点 就是你就是看对面窗户 然后还有看天空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晚上 你要干嘛的话 或者是你晚上天黑了 你就要把你的窗帘关起来 这样你才不会被人家看到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是它的 小小的缺点 不过它给我的是高楼层 好像是四楼 所以四楼还五楼样子 所以其实算是很高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马上 看得到这个上面的蓝天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你如果有要去入住的话 其实透过洲际的 这个所谓的洲际大使会员 还不见得可以升等 因为毕竟每个人 付200美金就可以是大使了 所以它的升等的 这个权利 可能没有那么前面 但是如果你透过FHR 还有就是乌塔Lifestyle 这种永风永传卡 提供的优惠 你是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升等 那至少我这一次 是真的有升等的 因为它的活动规章里面 就会写说保证胜一级 所以你买最便宜的 它还是可以把你升上去 至少是我在check in的时候 他们的柜台所提供给我的一个 例子里面就写到的 那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他们饭店使用的备品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全球统一的Burido Burido的这个备品 其实我已经看过三次了 然后第一个就是在曼谷 就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后来呢 巴里达洲际也是一样 然后现在在巴黎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 全球共同性的用这个 不过我会比较期待就是 如果是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饭店可以 就是自己挑选适合的品牌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趣 这样就会让我有一种 就是你去不同的国家 去住洲际 然后你就可以解锁的这个感觉 很妙啦 讲完了这个饭店的备品之后呢 其实它的房间都蛮舒适的 因为巴黎真的是寸土寸金 所以它不太可能给你到 像凡然赛宫旁边的 华尔道夫那么大的空间 它大概是只有三分之二的空间而已 但是它也是有一个 就是你可以放衣服的地方 就是你的这个衣帽间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主要的卧室 然后还有里面的部分是 你的洗澡的区域 但因为真的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你浴缸里面 大概只能够一个人 然后曲着脚在里面跑 就不太可能让你整个全身伸直 但是呢你在法国巴黎 应该会一直走路一直走路 除非你那么有钱到什么都叫Uber 所以这个不太可能 所以你会很累 所以你回到你的饭店之后呢 你就可以就是稍微泡个澡 其实你会舒服很多 所以我觉得有浴缸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淋浴淋浴的话 也许你的疲劳不能够完全疏解 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 那在巴黎的话 他们是没有洗屁股的习惯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洗屁股 你就是自己去浴缸那边洗 所以这个还是有个差别 如果你是喜欢日式的这种透透的这种马桶的话呢 在法国是看不到的 因为法国人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的 那甚至你在意大利的话 你就会有两个类似像马桶的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你上厕所 第二个就是让你洗屁屁的 所以各个国家的国情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早餐体验 在和平咖啡馆的早餐呢 基本上就是吊打其他所有的饭店 然后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和平咖啡馆 他随便一个东西就是二三十欧元 所以你在那边吃个早餐 你只是叫个可颂 叫一杯咖啡 你可能就是四十欧元就喷掉了 但是呢我在那边吃早餐 就是什么都可以吃嘛 随便吃 这个是给房客的 所以我在那边吃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有什么区域呢 他有一个中东的料理 可能那边中东人很多 然后呢当然还有西式的 就是像美国人喜欢吃的一些生火腿啊 什么的 然后优格 然后饮料 那中间还有一个圆圈是 他有一整个区域通通都是他的沙拉 然后也可以拿水果 这部分非常的丰富 那再过来他有一个热食台 热食台的部分 他可以让你做各式的蛋料理 所以你可以跟他要求欧姆蛋 然后跟他讲说 不要放肉 他做得到 然后呢 还有你可以煎太阳蛋啊之类的 这都是他可以去做到的 那旁边也有就是已经弄好的水煮蛋 炒蛋什么的都有 那旁边还有一个区域我真的觉得超微妙 就是日式的 就是味噌汤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 日本你可以加一点不同的那个小料进去的 这个很妙 然后还有中式的 中式的话他就有提供你这个青粥 然后你就可以加上你的什么猪肉松 什么东西 所以他真的是蛮国际化的 就是这些地区的游客如果很多 他就会在他的餐台里面放上 就是各国可能会想吃的 那当然美式欧美客最多 所以就是那些什么面包部分一定有 那我觉得在法国的面包 跟在台湾的面包差在哪里 是最主要是在于商业酵母 也就是说台湾的部分 我们吃的面包大部分都是 透过商业酵母去发酵的 所以他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在法国他们的主食是面包 所以他们用的是自己天然的酵母 所以他们发酵出来的面包 真的是比较好吃 就算是硬面包也是很好吃 然后因为他有一整个大餐台 是有各式各样的面包 跟一些小甜点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喜欢吃面包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甜点类的 你在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爽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面包 法国面包 义面包也有 然后软的也有什么之类的 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吃的早餐 是完胜 华道夫 然后也完胜西尔顿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在歌剧院西尔顿的入住心得 公社的部分 我觉得周济 他至少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他有提供健身房 当然他的健身房就没有对外的窗户 他其实就是某一个密闭的空间 他里面有什么 他里面当然就有跑步机 然后也有做重训的器材 对我觉得这点的话是蛮基本 该有的都有 那还有就是一个瑜伽教室 然后你就是有瑜伽球什么的 然后呢亮点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房客 你就可以用你的房卡 记得进去 他里面有提供什么 他有免费的水 是瓶装水 然后还有就是运动量 可以让你免费拿 所以如果你出门前 你没有额外的水的话 你也没有在饭店的房间里面装水 他给你的水你喝完了 你可以顺道过去那边运动一下 然后顺便把你的瓶装水 就是带灶 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 但你不可能带很多 你可能就带一瓶两瓶 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喝 我觉得这是完全是 合情合理的使用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那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下一次会介绍到的 割剧恩喜尔顿 他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等级上 其实还是有差的 好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晚餐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使用的是FHR 或者是你使用的是 WUTA Lifestyle的预定服务 它都会有一百美金左右的额度 可以让你去吃 所以我们这次住三天 当然也是有一百美金可以用 所以后来我们挑了第二天的晚上 就跑去和平开杯馆吃饭 那我建议你 如果你有确定要在这边消费的话 你一定要先预定位置 因为我们去那边的话 我们大概是晚上七点去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八点有客人 所以你可能就是只能吃一个小时左右 对 所以你就会时间上非常赶 那如果你有先预定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就可以吃的比较free 比较不会就是被赶来赶去的 但是他还是有让我们去吃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快点点你快点上菜 我们赶快吃我们就散了 就这么简单 我只是要把一百美金 就相当于八十欧元给用掉 那很简单的方式 那去那边我们点了什么呢 我朋友点了一个鲁鱼 然后我点的是一个 素食的选择其实不算太少 大概有五六道 所以我就点了一个汤 那在欧洲的话 它的汤都是冷汤 其实我在华尔道夫那边 那时候的分享 其实或者你看我的文章 我都有讲了 就是他给你的汤 是他们可能是用 那个绿色的豆子 然后把它打成凝 然后他中间摆的一些东西 就是类似像坚果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 那个汤浇下去 它是冷的 然后你喝的话 当然它的味道都调好了 还不错 但是就是它不是热的 跟我们亚洲人 喜欢喝热汤是感觉不一样 它是浓汤 然后你就要沾着面包来吃 这样子才好吃 所以它那个汤 不是很合我的胃口 但是它其实是好喝的 那那个汤不便宜 那个汤好像二三十欧吧 就是一千块台币的意思 那个鱼也是三四十欧 所以也是一千多 那另外一个 我的主食的话 我选的是一个 类似像一个铸铁锅 它上面是用 鹰嘴凍铃铺在下面 然后有好几个 像那个节瓜片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茄子 然后这样排在一起 又拿去烤的 它烤得蛮好的 就是应该算是 我在欧洲里面吃过 很好吃的这个部分 但是它也不便宜 它也是要二三十欧 所以三道菜 然后呢 加一加大概就是 接近一百美金 就三千块台币了 所以在欧洲 随便怎么吃这种 Find Dining等级的 因为河边咖啡館的晚餐 其实就是Find Dining 因为它会就是 很亲切的服务你 然后会帮你一直不断的 如果你有点酒 还会帮你蒸酒 然后气泡水 或Tab water Tab water不用钱 就是自来水出来的水 其实你如果不想要花钱的话 你就叫Tab water就可以了 我们在席间 他有提醒说 如果你要配酒喝的话 我推荐你用这个酒 然后说很好 也才17欧 就叫一下 然后他那个酒 真的是我喝过最好喝的 我可能在台湾 因为我拍照 所以我可能还会再去 想办法去买来喝 就是还不错 或者是在餐厅 就是比较好喝 情境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 你在海外吃饭的话 配点酒来吃饭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所以有机会你可以点酒 尤其是他们推荐的部分 你是可以参考的 那不便宜 一杯才17欧而已 17欧 好像是四五百块 蛮贵的 但是跟那些菜比起来 我觉得是相对便宜的 最后结账的时候 看看就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就签名就走了 然后最后才发现 回到房间 我才发现说 他那个酒钱没有收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在想说 会不会是帮我们点菜 那个服务生 因为他可能是 其他罗马尼亚 什么来帮忙的 所以他们 因为一定也是 有一些移民的 所以他可能会对我们 这些亚洲客 就是陌生的灵孔 就是看起来比较熟悉 所以他就会 同病相连吗 他就会对我们 比较好一点 那可能是他 他在单子的时候 就是忘记把这个key上去了 所以我等于是免费赚到 就是一杯酒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最后 在checkout的时候呢 当然所有的账单 都会一起看 那唯一小小的缺点就是 他并没有把我们 UTA所提供的 100美金的额度呢 给就是付上去 所以最后呢 因为我看完账单 我发现说 他怎么没有扣掉 这个餐饮的额度 所以我是在透过LINE 来跟UTA Lifestyle 来做联系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们马上跟饭店去的人 后来发现说 他们的确是少扣了 对 所以他们会在 下一期的账单 就帮我补上去 大概过了7天左右 也就是说 我还在曼谷 在曼谷博越的时候呢 我就有收到这个信用卡 未出帐明细 就是已经有把这个 85欧元的账单给扣掉了 那这个还不错 就是说他们在处理 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是蛮积极的 那我有提醒 UTA Lifestyle 就是说 你们可能 对饭店而言的话呢 是没有那么的 像美国运通的熟悉 所以他们在处理流程 或者是在折扣上面呢 的确是有一点疏漏 那我也建议他说 可以跟他们合作的 这些饭店 就是再多做一点教育 然后让我们这些消费者 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辣擦 所以我还是有把这些 相关的意见 都有整理好 然后同时就是给UTA 然后也同时给永峰 那我希望 透过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可以把这个产品 就是变得更好 那等于是未来 大家有机会 去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就不会遇到像我 这么辣擦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不是只是自己去享受 我会把那种 遇到问题的部分 就是再来跟银行反应 所以我有跟永峰讲 你应该要成立 就是0800的免费服务电话 给最顶级的卡友 然后这些饭店 没有做到 有注意到宿舍的部分 你必须要跟UTA提醒 也就是说你们在 签下一个年度的合约的时候 你要把这问题跟他们讲 那他们也要确保 要去把这问题解决 这样子未来 永峰永传世界卡的卡友 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几率会非常的低 然后都可以有一个 很完美的体验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 稍微做一个比较 就是美国运通的FHR 所提供的服务 跟UTA Lifestyle 所提供的服务 有没有差 他们列表上面 所提供的offer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美国运通 在处理客宿 或者是在处理 饭店跟消费者 中间有争议的部分 我觉得美国运通 是比较有利 而且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以后未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多使用美国运通卡 那UTA Lifestyle 就是跟永峰永传世界卡的合作 其实是今年才开始的 那当然UTA 他之前也有跟什么 新展的顶级卡 有合作过 他们后来他们就 close掉 然后就换别的厂商 当然这我不管 但重点是 我希望UTA 可以越做越好 那他可以就是 引头赶上 他们的老大哥 毕竟所有这些后进者 或者是什么思想旅游 什么的 他们都是 寻着美国运通的 获利模式在做 那市场上 我觉得有越多人 来做这件事情是好的 因为这样子消费者就可以得利 就是有越来越多人 在竞争这一块 所以他们就势必 不能收太多的服务费 因为你就是 一番两店的比较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不会买到 比较贵的服务 但是你可以享受到 比较多的好看 我觉得这是 这是有益处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 出国如果要 住高级饭店的话 我两间都会 同时请他们报价 然后我来做比较 就是提供的服务跟金额 如果是美国运通好 我就用美国运通 如果是乌塔好 我就用乌塔好 所以这是 我自己会去做的事情 如果未来 你有机会去入手 这些顶级卡 而且它有提供这些 奢华酒店订房的服务 那你一定要用好用满 因为代表说 你其实是有能力 可以去支付金额的 那你也愿意去使用它的服务 那你就应该要得到更好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 心得的部分 那总结 这一间饭店 是我在巴黎住过 它是平均单价最高的饭店 一个晚上要750到800欧 非常非常的贵 那如果你是在饭店订房的话 你在官网预订 你可以订到最便宜的房型 但是它是没有早餐的 但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吃 和平咖啡馆的早餐 因为它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就是看是人家要免费送你 或者是预订的时候 就要预订有早餐的费用 这比较划算 那再来 经过美国运工 跟永聪文传 世界卡比较 其实差不多 所以后来我就使用其中一个 然后它就可以让我有这个 相关的提早入住 延退 然后房型升等 然后两人早餐 那还有一百美金的这个 餐饮使用额度什么的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 这次有体验到的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次在 州际歌剧院的住房心得 那未来呢 我也会把它整理成文章 然后发布在网路上面 你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连结 其实我都整理好了 那你可以了解更多 那你想要加入 ISG会员的话呢 它其实偶尔也会有 这种卖分的活动 像我这一次呢 就是诗心风 就买了就是多少 25万分 然后呢 它送我25万分 那我只要花2500美金 所以等于是我大概花了8万块台币 然后买了50万分 这50万分呢 就可以在我未来 就是有需要入住的时候呢 可以去入住 那未来 我有机会的话 再做节目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点数卖分 那到底怎么买比较划算 怎么换比较划算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也私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就见 拜拜 by bwd6